众所瞩目的东北角之星歌唱赛 在上个星期六 也就是27号当天下午 在瑞芳火车战前广场 进行了总决赛 由于今年的赛事报名相当的踊跃 加上还有大奖摸彩 以及去年的歌王歌后 现场演唱等等活动穿插其中 使得整场活动下来高潮叠起 现场是热闹滚滚 由新北市议员林一齐服务处 以及瑞芳 双溪 贡辽和平溪等 四区区公所所共同举办的 东北角之星歌唱大赛 经过季夜的出赛后 各区高手云集 一起在27号周六当天 在瑞芳战前广场进行了总决赛 第二届东北角歌王歌星 歌王歌后争霸赛 然后得到非常多的回响 然后民众都非常的高兴 那现场大家都高手云集 每个人都尽情的展现 而且非常的有志 新台风也非常的好 我们非常感谢林一席议员 来举办我们东北角四乡镇的 四个行政区的 我们的歌唱的一个比赛 那今天的比赛 我们每一个表演者都非常的棒 今年东北角之星歌唱比赛 总共分为三组进行赛事 分别是撞连组 银法组 以及长青组 而今年的奖项除了各组前三名之外 还包括了各组别的最佳服装造型奖 以及最佳人气奖等等奖项 现在就是说活到老 血到老 我只有这种感受 也真的很没有想到说 我会能够得到这个名字 就是给我们这些老年人 一些那个娱乐啦 好高兴喔 大家都期盼明年能够 还有第三届的歌唱比赛 那我也会想办法来尽量来争取 我们大家明年再见 主办这一次歌唱赛的市议员林一奇表示 今年的赛事比去年更加踊跃 而且每逢摸彩时间都让现场嗨翻天 从周六中午到傍晚 瑞芳战前广场比赛现场一直掌声不断 高潮提起 因此议员林一奇强调 东北角之星歌唱赛将会继续举办下去 让爱唱歌的朋友们都能够在台上一盏歌喉 记者林一帆 瑞芳采访报道